我祝她不是为了你 我愿意为她想方设法 愿意为她女神犯险 愿意为她救秋江女眷 都是因为 我喜欢她 那是苏姑娘 不是纠人 杨兄 注意身体 我公子慢走 真多醋 您慢点啊 你还活着 真好 你活着 今天认为世界上 最好的事 秦公子你醉了 认错人了 秦选 喝多了 坐进 坐进屋子上车 接着一下 我没事 你看 她 来 怎么 Already 打掉 我 需要 我懂了 氣氛 撲頭 趙是死的 人是活的 曾經亂變 夫人好 痛痛痛 痛 你又想騙人 哭死了 放開 再來 来 来 来 宋洁 我请求你画我手 任何人不许打扰 是 我昨天想了一夜 我想你为什么策划救援 却不告诉我 为什么你对邱家有任何打算 都要把我排除在外 为什么连邱嫣还活着 你都要瞒着我 我想了很久 我告诉自己 你们定是不想连累我 不想让我涉险 才故意不告诉我 你想通了 你就不会来批车手找我 是 是 有一件事 我无论如何都想不明白 你要帮邱嫣 难道就一定要纳她为妾吗 既然在教坊寺 和你一刀两脖 她和谁在一起 坐实的妾 都和你没有任何关系 怎么没关系 你是我兄弟 邱嫣是我爱的女人 再说了 你窝藏她不也是为了我吗 你错了 我说她不是为了你 我愿意为她想方设法 愿意为她女神犯险 愿意为她救邱嫁女俊 都是因为 我喜欢她 你喜欢她 阮 hinaus 事前你千方百计阅 阅了我跟邱嫣 在一起 不是因为你讨厌她吗 还是说 其实你那个时候就喜欢她 所以故意从中做狗 那时候 的确把她当成潘龙扶凤之人 这点我没有骗过你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 开始对她有意义的 我也不知道 一开始我只是觉得 她是个自以为是女人 卖弄小聪明 满腹算计 事实爱出风头 自私自民 永远只顾自己 可是 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会开始忍不住想看到她 听她和我斗嘴 听她头头是道 为我分析案情 她现在 认识 善子主人的名字 想跟你说一声 谢谢你 你这分明就是 陈旭而入趁火打劫 良一 君子不夺人所好 以卑鄙无耻 谁 是 君子不夺人所爱 我本就不是君子 为了邱焱 我更不想当君子 我告诉你 我会尽我所要去追求她 我就是想恨刀夺爱 你有本事 就和我抢 好 怎么 就这么放弃了吗 就像你当时口口声声 说要等她 转身却和她妹的同床共枕 你怎么知道 你和邱焱的行踪 一直在我的监视中 若不是如此 你带着一个醉醇之女 东躲西草 又如何一直能平安无事 是 酒焱也知道了 是 我知道了 不行 我要去找她 我要解释清楚 你想解释什么 说您是情不自禁 说你辜负了她 求她原谅你 你让开 你让开 事情已经发生了 就不要再酒店 你是男人 敢做就敢当 你让我让开 让开 你为什么不躲开 为什么 青雪 从小到大 从车牙到窦间 我一直让着你 但是在秋雲的世上 我去不找你 我怎么感觉你心不在焉的 我在想爷刚才讲话 感人非福 连我心里听了都热乎乎的 你竟然敢替我瞧瞧 我 没有 要不是爷说话真正有词的 想听得见也难呀 爷 你就不打算趁热打铁吗 脂粉头油什么的 估计邱嫣姑娘不太喜欢 她喜欢探案推理 要不我们送她一套刑剧吧 羽慕脑袋 我记得之前贺府一案结案之后 她对街上的孔明灯摊 倒是十分感兴趣 对 还是爷厉害